我们在消化线这里有介绍到肝脏这个器官 肝脏是消化系统中很重要的消化线 可是肝脏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把一些常见的肝脏功能 调列出来就让大家知道一下 肝脏在你体重只有1.18分之1 但它的血流量却在你心脏打出来的血 1.4分之1 很夸张哦 你心脏打出来的血1.4分之1会到达 另外大概1.5分之1到肾脏 或是肾与肝就拿了快一半的血 所以你剩下其他的器官跟大脑 只分剩下大概一半的血 所以大脑的血量没有很多 肝脏最多了 肝脏的功能有制造胆汁 然后跟糖类代谢有关 如果形成肝糖或是分解肝糖变成血糖 控制血糖很低 让它储存成肝糖或是肝糖分解 好 接下来是把某些蛋白质分解 分解成胺 而胺含有毒 所以胺在跟二氧化在集合成尿素 这个过程叫做解毒 这个我们会在排泄那边讲得比较清楚 你蛋白质分解会形成胺 然后有毒把它变成尿素 尿素就经由肾脏排掉 而尿素的形成在肝脏 肝脏是化学肝脏 好 那除了糖类之外 其实子质的相关代谢 或桿固酸的相关代谢也在肝 只是这个我们高中不太教 好 然后把很多物质分解 让它活性变低 就是让它毒性下降 你试试很多化学物质 会在肝脏分解掉 让它不要有毒性 这个过程也是解毒 好 把猴眼球分解掉 把猴眼球的铁子拿出来 把剩下的血红素变成胆色素 所以胆色素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血红素转换而来的 好 那我们肝脏也跟免疫反应有关 但是我们还没教哦 肝脏也会形成红眼球 这主要是在胚胎发育时期 你出生之后呢 就由红骨髓取代了肝脏来造血 好 肝脏也制造血纤维蛋白 及凝血因子等血浆蛋白 我们以前学血浆蛋白质说到 血浆蛋白大多是肝脏制造的 包含凝血相关的蛋白质 也是肝脏做的 这也是肝脏的功能 好 它也储存很多养分 好的 以上念了这么多 标程且蓝色的 就是我们课程之前或之后会学到的 化成白色的就是高中课程不强调这个功能 没有章节在讲它 所以我们就不强调它 用白色表示 好 以上就是肝脏的其他功能 有些学过有些没学过 那会学到的 会在蓝色式上面出现出来